夏天肌膚晒得紅彤彤 就用降膚溫的冰涼療法 来对付热浪一波波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编辑正方 女生最怕夏天的高温高热了 因为肌肤动不动就流汗出油 那就让肌肤跟底妆都不受控 想让肌肤冷静一下 今天我就来介绍几款 可以降膚溫的保养品哦 为什么温度一超过30度 我们的皮肤就会受不了啊 就是环境的温度只要升高一度 我们的脸上的皮脂就会分泌多10% 那油脂一多就会造成什么状况 就会造成毛细孔阻塞 然后毛细孔越来越大 甚至变成了粉刺痘痘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先让肌肤赶快瞬间的降温 就可以避免后续的情况一再发生 让皮肤降温的方法 就是使用有凉感的保养品 那其实一般的人啊 其实会习惯把保养品放到冰箱的冷藏室冷藏 拿出来就会觉得瞬间的凉感 这个效果是不错 可是你知道吗 今年Lanege居然推出了一款雪落霜 它不是把它放在冷藏室里面 它是把它放到冷冻库结冰 那一般如果保养品放到冷冻库 可能会发生保养品变质啊 或者是油水分离的状况 可是呢 它们却又有一种很神奇的技术 把它原来是一种凝霜的质地 变成像雪花冰的质地 那就是它们今年夏天推出的限定的一个雪落霜 其实其中有一瓶是 我已经把它放到我们公司的冷冻库里面 大概两三天了 那Lanege的这个保湿的水凝霜啊 其实是它们很畅销的产品 它原来是长这样的 就是产品看起来就是那种凝霜的质地 其实它的保湿效果 夏天是蛮好的 因为它是凝霜的质地嘛 其实擦起来就已经有点凉感了 可是呢如果你把它放到冷冻库结冰 会长什么样子 那我们来打开来看 这是放到冷冻库之后的 打开来啊 它其实就有点像雪花冰的材质 它不会结成冻 可是它就是一种我们喜欢吃那种雪花冰的材质 那雪花冰就是一上去就是天啊 我的皮肤现在瞬间感到很凉爽的感觉 比刚刚擦凝露的感觉更冰凉 因为肌肤可以瞬间感到凉爽冰冻的时候 它就会抑制你发炎啊或者一些热反应 那除了这个冰冻的技术之外呢 它们今年还加入了一个鱼心草的成分 可以帮助你的皮肤在晒后 可以镇静舒缓 然后又达到很好的保湿效果 如果你喜欢把这些保养品放到冷藏 或者是冷冻库 记得就是让它好好留在冰箱里面 使用的时候拿出来用一下再放回去 就不要一下子室温一下子冷藏 这样子保养品的质地真的很容易变质 那这个沁凉的雪洛霜也是建议就是拿出冷冻库之后 尽量在一个小时之内再冷冻回去 这样子它才可以保持新鲜哦 想要让肌肤产生冰凉的降温方法 其实保养品的成分也是关键 那大部分可以让保养品产生凉感的成分 就是薄荷 那其实薄荷就是大家都知道 就是擦了薄荷之后呢 皮肤就会有凉爽的感觉 就可以把一些发炎的一些躁动感降低 另外还有就是大家会比较担心的酒精成分 其实酒精成分真的不要太担心 尤其是那些比较油性的皮肤 有痘痘的皮肤 其实利用酒精去驱赶一些躁热感 以及它有很好的抗菌效果也是不错的 接下来呢 我就要介绍三瓶 就是高机能的化妆水 它们三个都是有清凉的薄荷成分 第一个呢 就是RMK的换肤美肌露 你看一下它的这个包装的颜色 就是有点淡淡的薄荷绿 一看就觉得清凉万分 那它这里面呢 其实就是加了薄荷的成分 所以在使用上面 就会瞬间有降温的感觉 它挤出来的质地其实是凝露 你看到是一点 就是淡淡的薄荷绿的凝露 然后你在推的时候呢 它就会变成水 很快就变成水 然后呢你就会觉得 哇皮肤真的凉爽许多耶 除了薄荷之外呢 它其实里面也加了鱼心草的成分 跟刚刚那个Lanage的成分一样 所以它也是可以让一些晒厚的皮肤啊 可以达到很好的镇定舒缓跟保湿的作用 使用之后不会觉得很黏力 而且我很喜欢它的味道 就是有点胡椒啊 檀香跟玫瑰的味道 就是在夏天使用完 真的也蛮疗愈的这瓶 那第二瓶呢就是Paul & Joe的这个薄荷化妆水 一看它的那个颜色也是做得非常的清凉 好像要吃薄荷糖一样 这瓶化妆水里面也加了一些薄荷的成分 另外啊还有就是它加入了意大利的 那个百年老树的橄榄精油萃取 加了这个清凉油脂的成分 其实它的油脂非常非常的细致 就是你在擦的时候 几乎不会感觉到它有油脂的成分 然后呢可是它又非常的润泽 我现在觉得我这只手好涼 因为它这个薄荷成分真的好像加的蛮重 就是这只手瞬间感觉到它真的是有涼了几度 我觉得也很建议那种运动完之后啊 就是整个皮肤很燥热 或者是你喜欢泡澡皮肤很热 瞬间擦它就是会觉得很凉爽 那我觉得也很推荐 那第三个呢就是这个Anastry的这个 讲究T字部位控油的毛细孔精华水 它这个是比较针对毛细孔来做一些 就是清凉降温的效果 我觉得可以比较适合涂在T字部位 就会有点凉感 这瓶里面加了一些微量的酒精 我觉得这个对于油性皮肤 或者是有一些粉刺痘痘肌也很好 因为它这个微量的酒精 它可以达到很好的抗菌跟抗发炎的效果 那这瓶啊除了加了薄荷成分之外 它还加了少药跟黏多糖体的成分 所以不会让你的皮肤觉得一擦完 好像因为太凉了 所以有点干燥的状况不会 那另外它还可以改善就是因为你出油量很多 皮肤就会变得很暗沉 它可以改善暗沉 还可以帮你的肌肤在外面建立一个很好的保护屏障 所以我觉得夏天也非常适合使用 除了可以自体发凉的薄荷成分之外啊 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可以让保养品变得很凉 那就是像这种铝管的包装 那就是使用前你可能要彻底摇一摇 那其实它为什么会有凉感呢 是因为这个铝管啊里面加了一些饼碗跟钉碗的成分 变成一个保养品的推进器 所以它挤出来就会瞬间感觉到很凉 其实什么是饼碗跟钉碗呢 其实就是类似一种瓦斯的成分 说到这种碳酸跟慕斯的保养品啊 我觉得第一个应该要介绍伊利斯尔的这个前刀美容慕斯 那这个在去年上市其实也造成一股风潮 那就是它挤出来是一种碳酸的气泡 挤出来给大家看 然后因为它还会有一些噗哧噗哧的声音 我觉得在保养的时候也是有点趣味的感觉 感觉有点很像就是喷那个头发的慕斯 它其实就是保养的慕斯 喷出来之后啊 它其实会有点噗哧噗哧的感觉 那这个前刀美容慕斯啊 其实就是在你洗完脸之后 皮肤都非常的干净的第一步使用 然后呢挤出来呢 它就是使用是在你的脸上做按压 你看就是按压就会有噗哧噗哧 那这种碳酸的这种气泡 微气泡 其实啊是可以让你促进你的肌肤的血液循环 它里面其实也搭配了一些维他命E的保养成分 帮你代谢你的老肺脚脂 让你的脚脂比较干净了 所以你后续的保养效果就会更明显 那我觉得真的用这个就是使用感的乐趣很高 你有没有听到就是按压的时候会有那种 噗哧噗哧的声音 就是让它瞬间渗透到你的皮肤里面 今年我还发现啊有两个品牌都推出了一个妆前的慕斯 或者是妆前的喷雾 他们也都标榜可以降肤温 就是让肌肤瞬间冰凉的效果的妆前修饰霜 跟妆前慕斯 那我觉得女生在化妆之前 让皮肤就是比较变得比较冷静 是很重要的 那我像我自己化妆的时候啊 都会用电波站直吹 或者是冷气直吹 就是让我的皮肤不要这么的出油跟出汗 这样我的上妆步骤就会更快 那第一个呢 我就要介绍这个屏幕宣言的这个妆前慕斯 它当然使用前也是必须要摇一摇 那因为这个是妆前的慕斯 它可以有点适色的效果 所以它挤出来是有点带肤色的感觉 你看 你看挤出来跟刚刚那个很像 那挤出来之后呢 它就是哇这块皮肤其实就非常的有凉的感觉 然后你就是把它擦 就是把它涂抹 慢慢地涂 慢慢地涂 就是一涂就是整个我整个手背下都超凉的 然后它也有点润色的效果 所以你的皮肤会一方面有点就是瞬间冷感 一方面还可以帮你试色 我觉得效果也蛮好的 另外呢 它里面还加了一个二氧化系的成分 燥热感的皮肤毛细孔会比较大嘛 因为它加了二氧化系 可以填补这些凹洞 所以可以让你的毛细孔变得比较不明显哦 那另外我自己蛮喜欢这一瓶的味道 它就是散发出一种果香掉的感觉 就很适合夏天 就是一边化妆 一边享受冰凉感以及果香的味道 我觉得真的是化妆前很舒适的一个疗物 最后啊 我要介绍高丝的这一瓶 就是它是CC霜 就是湿底喷雾 就是它里面还有做一些蛮高的防晒系数 有做到SPF50加跟PA4个加 我真的觉得夏天有了它皮肤很凉 而且你还有很好的保护效果 那这一瓶啊 我觉得使用前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因为这一瓶呢 是我上次在跟同事开会讨论产品的时候 我就想说那我来试试看到底有多凉 我就一样摇一摇 直接试在肌肤上面 结果呢 瞬间有冷冻的感觉 那冷冻之后 其实大概再过 其实不到一两分钟 我的皮肤好像有点冻伤的感觉 所以它的冷冻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它其实产品是告诉你 不要直接喷到脸上 所以使用的方式是 把它挤出来 喷在海绵上面 然后再擦在脸上 因为它冰冻的效果真的是很好 根据他们自己公司的实验 大概皮肤是可以降温降到5度哦 上面 你看你看它真的是喷雾感 然后呢它里面就是会很冰冻 然后呢再把它擦在脸上 真的就是哇 也是真的是瞬间 天哪好冰凉哦 可是这一瓶我真的觉得是最冰的 对你看 那就是它其实有很好的试色效果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化妆 夏天你就直接用这个上妆 它有一个很好的防晒效果 可以帮你的肌肤抵御一些阳光的伤害 我觉得这一瓶也是蛮推荐 最后我想要提醒大家 因为这些铝管包装 它其实里面真的就是有一些推进剂的成分 所以使用前要摇一摇之外呢 也最好不要接近火源 就是还是有一些危险 它也可能也没有办法带上飞机 所以使用这些铝管的包装的保养品 除了享受凉爽的效果之外 还有一些要注意哦 以上就是我介绍夏天可以让肌肤瞬间冰凉的保养品 整个觉得身体好清爽好凉快 那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彩妆保养头发的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 我们下个礼拜五再见 拜拜 结束 好 讲完了 然后开始进产品了 可以吗 够快吗 重来一次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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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